大人博学端文 可否告诉我 什么叫做把持不住 这个女人被老公冷落 一脸忧愿地坐在桌前 许久没有爱情滋润 心里不由的有些寂寞 旁边的丫鬟很有眼力 当即就为她推荐人选 有人早就伸长了脖子 就等娘娘一句话了 倒不要奴婢 去把那个人请来 这萧妃一听就知道是谁 立刻迫不及待地让她安排 就你最懂我的心了 丫鬟收到指令 转身就去传话准备 片刻之后 李密就出现在门口 此时的她激动万分 门都没有关门 就急冲冲地跑去给萧妃请安 娘娘 脸色不大好 是不是脸不舒服 萧妃鬼魅一笑 说胸口难受 李密当即回应要帮她柔柔 然而萧妃却突然吊起了胃口 她站起身来主动为李密